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跨国婚姻在如今似乎已经成为一件很稀疏平常的事情。 虽然由于文化不同,这些跨国婚姻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对于夫妻双方都是一种挑战。 但在比例庞大的婚姻阵容中,也会诞生许多幸福美满的跨国恋。 这些人的孩子因为身体内不同的血脉融合,往往在外貌上会具备很明显的特征,五官和颜值都会更加出众。 尼尔如今一些混血的美女也是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对象。 然而在中国北方有着这么一座城市,这里的街巷上到处都是颜值极高的混血美女, 她们同时包含热辣主动,也有东方人的含蓄内敛。 按理来说,这里的混血美女气质出众应该不会缺乏追求。 但事实上,这座城市的许多美女却都在发愁, 原因是当地人竟然不愿意娶这些美女, 在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大家好,我是地球零距离,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 中国国土广阔,横跨数条经纬线,陆地也和14个国家接壤, 有些城市就位于国土的边界,难以避免的这些位于边疆的城市, 很容易就会接收来自国外的文化习俗, 让这些边境的城市日常生活习惯发生改变, 再加上两国之间的人口流动,就会有很多混血孩子的出生。 不难发现,中国人的长相都非常具有东方韵味, 如果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那么就会长着一张标准的东方脸。 但如果是和其他国家的人结婚生下来孩子, 那么就会既有东方的美, 五官也会更加立体, 轮廓更加强, 混血感非常强。 每次自别人说起混血美女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极高的, 因为混血美女长得好看, 身材相较于常人, 也更加修长性感, 所以男性都想要找一个好看的混血美女, 当自己的女朋友, 这样不仅自己日常看着心情愉悦, 带出去也非常的有面子。 但是有这样一个地方, 混血美女非常多, 但是当地的男性却都不是很喜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盛产混血美女的地方就是满洲里。 或许初次听到这个名字, 各位观众会觉得这是个来自欧洲的国家。 但毋庸置疑, 满洲里就坐落于中国境内, 它隶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 作为内蒙古的直辖县级市和计划丹列市。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 这里西面与第二大内陆国蒙古国相接, 北面与有着北极熊之城的俄罗斯相邻, 总面积为453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约为15万人。 生活着蒙古族、汉族、回族、 俄罗斯等20多个民族。 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 所以这里融合了中、俄、蒙三国的风情, 也被誉为东亚之窗。 作为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 边境旅游试验区、 满洲里充满异域风情, 集中体现了中、俄、蒙三国风情特色、 草原风情、蒙古特色、 俄罗斯文化在这里交织融合, 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有非常多的俄罗斯人、蒙古人在这里生活定居。 所以很多时候游客来到这里都会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中国。 这里的建筑有很多风格, 也是蒙古和俄罗斯风的, 甚至有些地方会有外文的招牌。 再加上满大街的外国人或者混血, 也难怪会让刚来的人分不清是什么状况。 满洲里与俄罗斯有大量的商贸往来, 人口往来也非常密集。 由于长时间和蒙古和俄罗斯有接触, 所以在满洲里不仅有许多的俄罗斯美女, 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中俄混血的美女, 她们在各方面都更有优势。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混血美女而言, 中俄混血美女有专属于自己的优点, 尤其是在外貌身材方面展现的尤为突出。 同时,因为满洲里是个口岸城市, 不出意外的, 这里的女性很多都见多识广, 待人接物也都落落大方。 因此, 在当地除了口岸的贸易之外, 满洲里也是一座小有名气的旅游城市, 每年都会吸引不少外来的游客。 除了混血美女之外, 这里来自俄罗斯和蒙古, 来的美女也不少。 因为长时间接触中国本土人的缘故, 这些外国的美女基本都会中文, 而且对中国的文化了解也比别的国家的人要深。 所以对于想要娶外国美女做妻子的男性来说, 满洲里简直就是天堂, 毕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想要加深往来, 低关就是语言问题。 而在文化上, 虽然大家的文化习俗都存在差异, 但是经过多年的接触, 即使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也非常高, 也不用担心以后会产生摩擦。 走在满洲里的街头, 我们能很平常地看到 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混血美女, 自信又美丽, 非常的养眼。 不过满洲里的混血美女虽然多, 但是本地的男性却不怎么喜欢这些混血美女, 也很少会有本地男性取混血美女为妻。 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混血美女独立性强。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个非常强大的战斗民族,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 敢于做斗争, 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独立, 能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满洲里的混血美女也是如此, 女性独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对于有的男性来说, 确实不太喜欢的。 现在的很多男性, 其实多少还是会有些大男子主义, 特别是一些传统观念比较强的男性, 更喜欢比较温婉, 小家碧玉型的异性。 这样的美女依赖性强, 能让男性充满保护欲, 有男子气概。 所以独立性强, 是满洲里本地人不喜欢这些美女的原因之一。 第二原因就是, 当地混血美女的经济能力较强。 据了解, 在满洲里, 大部分混血美女, 家庭条件都还不错, 自身的工作也比较稳定, 经济能力都比较出众, 大部分都不怎么差钱。 这就会让当地想娶混血美女的男性, 有些不敢下手, 晚而却不。 很多男性在结婚的时候, 都会考虑双方工资的问题, 大部分男性都不能接受老婆的工资比自己高, 因为工资高的一方, 往往在日后生活中, 话语权也会更高。 为了稳住自己的家庭地位, 一些男性就很少会选择工资比自己高的女性, 大多会选择和自己差不多一样高, 或比自己低的女性。 所以, 满洲里的混血美女经济能力强, 也让本地男性不敢轻易娶她们。 第三就是, 满洲里的混血美女对对象的要求很高。 据了解, 这些混血美女相中的男性都必须要有车, 有房, 有存款, 足够优秀, 家庭条件不错, 要能够保证自己以后的日子衣食无忧。 如果男性没有达到他们的择偶标准, 那么就会被淘汰出局。 满洲里很多本地男性也都知道这点, 也就不会轻易动取他们的心思。 还有最后的一点原因, 那就是这些女性都非常的喜欢玩, 因为他们本身家庭就不错, 经济独立。 再加上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这些满洲里混血美女都非常喜欢在晚上出去玩, 就算是婚姻也不能够束缚这些美丽的混血美女。 所以说, 结了婚之后, 一些美女也不会以家庭作为重心, 她们更加注重的是享受生活。 这些女孩们特别喜欢去一些夜店或者是酒吧之类的娱乐场所。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当地的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娶她们为妻, 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这样爱玩的女生多少也会影响婚后的生活和感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 娱乐场所放松并非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 但许多中国男生都比较喜欢顾家的女儿, 而且出众的外貌会让伴侣有不少危机。 因此对于多数本地人来说, 一个相貌标志善良能顾家的女孩子才是她们想要的妻子。 最后, 读者觉得跨国婚姻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生活差异很大, 两人之间的磨合也不会少。 这些混血受到了一些来自于俄罗斯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影响, 大部分俄罗斯人基本上是以面包为主食, 而且他们比较喜欢吃冷食, 这与我们国家的饮食文化有着很大差异。 如果磨合得不到位, 就可能会随着婚姻的深入发生许多琐碎的生活冲突。 这也是当地人要考虑的一个情况。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